專櫃保養品不只擦心安 还可以延长医美的时间和效果 内行人大推三款高浓度成分的强效保养品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在做一些医美疗程 医美疗程的效果是蛮不错的 但是你其实还是要持续保养 才可以让这个效果跟时间再延长 那我最近就发现 有几款专柜的保养品 虽然它们不打就是有类医美的效果 但是它们其实都含有皮肤科医师最喜欢的 高浓度的有效成分 像是维他命A、维他命C、还有胶原蛋白 它其实都可以延长你的医美疗程的效果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现在被广告打得非常凶的凤凰电波 到底是什么效果 藉由一个热刺激 可以达到这些筋膜层的紧致 然后甚至去产生新生胶原蛋白的效果 我们手上的探头在贴到皮肤去做施打的时候 它会有个电流从这边一进 然后从我们身体贴的一个导天片去做一个一出的动作 藉由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一些电热能 在我们的筋膜层比较松弛 低电阻的地方产生流动 凤凰电波其实最主要是改善整体的一个皮肤抗老的效果 像是如果你肌肤有皱纹啊细纹啊或者是下垂 像维他命A啊或者是A醇啊 它们在保养为什么受到矚目 是因为它可以刺激皮肤下面的一个胶原蛋白的增生 那它在增生的过程当中 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下面的支撑就是很稳固 我们从表面上面看起来 它的一些细纹啊皱纹就会得到一种抚平 最早使用维他命A成分的 其实就是我手上这个蓝色瓶身的利维特利 他们大概在十多年前就推出了这个 真的那时候业界只有他们的一个叫做 纯维他命A的一个除皱化妆水 它的质地蛮特别的 虽然它说是除皱化妆水 但是它挤出来啊 其实是一种比较是那种凝露的质地 它不是很水的那种水液态 仔细一看啊 里面有一小颗一小颗的微粒胶囊 那你在涂抹的时候呢 它就会瞬间全部都破掉 释放百分之百的液态维他命A哦 肤色容易暗沉啊 表皮皮肤比较粗糙的人 其实使用它大概一阵子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细滑 然后呢你的肤色也会变得比较明亮 在使用除皱化妆水啊 你可以先把它挤在掌心 你就可以把你的双手开始涂抹在脸上 由内而外慢慢地涂抹 如果你担心你的眼角有一些细纹啊 肝纹的困扰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纹路撑开来 然后再用手做一个画园的一个轻轻的按摩 这样子除皱的效果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 像利维特利啊除了这个很有名的除皱化妆水之外呢 他们今年其实推了这个雪绒霜 这瓶霜我也觉得很厉害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哦又是霜 霜会不会质地太重啊 或者很难推 其实不会哦 因为最近很多乳霜 它的质地都做得非常清爽好吸收 那这瓶雪绒霜 其实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的质地有点像雪绒的感觉 就是很清爽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使用A纯啊 或者是维他命A成分这种产品 你的皮肤如果耐受度不好 是不是不能使用 但是这瓶雪绒霜完全不会 因为它完全不挑肤质 它里面的浓度啊 跟它的质地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啦 任何一种皮肤 其实你都能够使用雪绒霜 那另外呢 这瓶雪绒霜它里面 除了维他命A之外 它还加了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的精粹 那雪绒花精粹其实现在也是蛮多一些 精品顶级品牌会使用到的成分 另外呢 它还使用到资深糖就是最有名的 4MSK跟传明酸 这两个美白成分 你不但可以有 就是维他命A的抗老效果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皮肤 变得更白皙更光亮哦 那雪绒霜的使用呢 就是先在脸上点五点 先把这个雪绒霜均匀地覆盖在肌肤上面 让我们的双手的虎口 由内而外地往上滑三次 这个动作可以帮你的法令纹抚平 第二个呢 你可以利用双手先握拳 然后利用关节处 由下往上 慢慢地滑动三次 一直不断地把苹果肌往上提 第三个动作是 你的双手先从下巴往上拉到耳机 最后停在太阳穴 停留三秒 重复三次 你的皮肤就会停留在紧致的状态 大家想到除斑除斑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皮秒 皮秒雷射基本上 它是一个加热时间比较短 这个短的时间在干嘛 我们用这个雷射去加热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在皮肤里面的黑色素 在我们人体当中 如果很大块的色素 它没有办法被代谢的时候 藉由这种皮秒雷射 直接去让它产生粉碎之后 人体就比较好代谢 那我们从肉眼看得到 就是皮肤的亮白 皮秒雷射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遍的 一个雷射疗程了 那如果你打完了这个皮秒雷射 或者其实你想要做一个 很像打完皮秒雷射之后的皮肤的状态 你知道要使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吗 那就是维他命C成分的保养品 可以让你的皮肤白皙又光亮哦 我推荐你可以使用就是 Lanage的含有高浓度维他命成分的一个精露 其实这个系列在他们推出来之后 其实大受欢迎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维他命C的浓度 非常的高 而且是他们实验室集团研究多年的成果 它里面含有2%的高浓度的三重维他命C 还有包括像是乙肌维他命C 那怎么使用呢 首先呢你先选择一个化妆棉 像通常的化妆棉都是这种没有什么织纹的 那这个化妆棉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表面啊有一些格纹 就是利用这一面可以帮你的肌肤 做一项皮秒的抛光 那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精露就是多低一点在这个化妆棉上面 你就可以在你的皮肤上面 做化圆的动作 慢慢慢慢地打圆 从鼻翼中间打到就是脸颊 还有就是你觉得皮肤比较暗沉的地方 就是不断地化圆化圆 做完这个按摩动作 你的皮肤就是有抛光跟白皙的效果 童银针这个东西对于人体来说 它是一个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真身的一个刺激物 因为人体对于这个东西 它要去代谢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大 你要想办法去代谢 代谢不了的话 就会产生胶原蛋白把它形成成层层的包裹 我们从外表看起来 就可以达到比较烹润啊 或是一些毛孔收敛啊 一些细纹改善的效果 我们大概从20岁开始 我们身体内啊 制造胶原蛋白的这个机制 就会慢慢慢慢地下滑 那胶原蛋白流失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皮肤就会比较凹陷 比较没有光滑 不坦润 所以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标榜 可以帮你补充胶原蛋白的一个产品 那我手上这一罐呢 是伊利斯尔 就是一直很长卖 很低调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 胶原蛋白的乳霜 它昵称是五菱霜 比较针对皮肤比较干燥的熟灵肌设计的 因为它的质地呢 就是比较丰润 比较柔滑 完全不厚重跟不粘腻 那它也是资深糖集团下面 拥有最高胶原蛋白浓度的一个乳霜 它里面其实含有高浓度的玻尿酸 跟高浓度的胶原蛋白 可以帮肌肤注入第一型 第三型跟第七型的胶原蛋白 另外还含有五患子跟姜黄的成分 它其实对于就是受损的肌肤 有非常好的修护效果 它的味道啊就是有淡淡的花香跟果香 然后还有后味哦 后味是那种可以让你很沉稳的一个木质调 所以擦完之后你的皮肤就蓬蓬的 就好像打了铜颜针一样哦 第一个双手呢 其实从下巴一直慢慢的化圆到耳机 这样子三次 就可以让嘴边肉下垂的人 可以得到解决 第二个呢是从法令纹的地方 慢慢轻轻的化圆到耳机 重复三次 这样子就可以拉提你的苹果肌 让皮肤更蓬弹 第三个呢是双手的手掌从下巴 慢慢的往太阳穴 轻按 这个动作是可以让你的紧致的效果 时间延迟更久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 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